大朋友牵着小朋友的手排起长长人龙 这里是淡水国小 为了要迎接新生的到来 淡水国小今天用很特别的方式来迎接这些小学新仙人 由六年级的学长姐牵着学弟妹 来一趟认识环境的校园巡礼 场面相当温馨 由六年级大哥大姐牵着小朋友 一年级的小朋友 做一个校园巡礼 然后来到我们明德楼的三楼 在明德楼三楼我们进行 让他们摸冲 然后是象征聪明的意思 然后摸芹菜是象征勤快的意思 然后摸苹果象征平安 哥哥姐姐们仔细盯定着小朋友 哪里有该注意的台阶 甚至是回答他们好奇的问题 并引领他们走到入学典礼现场 在游乐林中心的阿公阿妈们 线上拥抱并引领他们通过 象征智慧平安勤快的三道门 希望在人生的心理程碑上 给他们诚挚的祝福 应该就是很多残烂 应该就这样 你有期待很久吗 很久 那你看到就是来学校 有看到什么东西 应该就是很多残烂 是怕他说在上课 老师在讲话突然跑出来 是还好可以乖乖坐着就OK 觉得很OK 就还蛮贴心的 就蛮多活动 就是可以让小朋友 比较快进入状况这样 为了让小朋友更快的适应环境 校方甚至贴心的准备了小短剧 提醒他们上学后的注意事项 让全场孩子笑声不断 开学第一天 小朋友难掩脸上的兴奋 而校方的用心 更是让家长们满是肯定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不到